大家好,我是Stan 继PBG 哟琳的舞台之后 在昨天播放的Quindom 2第二集公开了 Kepula Brave Girls 无球苏女 意大利苏女的代表曲舞台 第一次惊演的第三场舞台是Kepula的哇哒哒 能看出来非常努力了,舞蹈跟走位全部都换了 因为是新人,所以在舞台上能看到相对会有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那个紧张又充满杀气的演示真的太喜欢了 Kepula因为是新人,所以没有可以选择的歌曲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明确地展现了他们的热气 只是因为百分之百重新编了舞蹈 而不要了哇哒哒标志性舞蹈的部分,稍微有点遗憾 昨天Kepula给我的感觉,不是新人能这样跳这样唱就很不错了 而是真的感觉到来不实力,舞蹈实力都特别强 当然跟很多网友们说的一样 编曲以及哇哒哒标志性舞蹈也换掉的部分是有那么一点遗憾 但是出道没多久,代表曲也只有一首歌的Kepula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舞蹈百分之百的改换 表演得这么有杀气,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这全新的赛车风格舞蹈 也充分的给了很多观众们 我们就是怪物新人的强烈印象 所以真的让人非常期待Kepula之后的舞台 第一次进演的第四场舞台是 Praybogos的Chimabaran Jalulin 在Quindom 2正式开播前,公开opening show影片之后 说实话,在韩国论坛反应最不好的就是Praybogos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指责 左属公司的企划很有问题 不知道成员们适合什么 而不是质疑成员们的实力 在昨天的舞台也是 舞台掌握力,歌唱实力 尤其是主唱米宁的舒压高音 更是震撼了所有观众们 但是就像大部分的网友们留言一样 服装跟编曲部分还是有一点点的遗憾 歌也好听,实力也是疯狂 但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风格 Rulin跟Chimabaran两首都是夏季歌曲 为什么要做成这种风格呢? 不要只想着给观众们看新的一面 希望能做成员们擅长的部分 夏季庆典风格 才是只有Praybogos才能胜任的舞台 Kindom不是来证明 勇高面称节有没有过气的舞台 而是要用来巩固Praybogos在国内外的人气 所以希望能有年轻的制作人 策划与成员们符合的风格 虽然是别家粉丝 但是很喜欢成员四个人 所以总觉得很遗憾 第一次惊演的第五场舞台是 Ujusunio的Ijudi 从第一场舞台就让大家看到了你们是谁 真的是完美的舞台 能让全世界的粉丝们 看到Ujusunio是这么帅气的组合 真的幸福的都要流泪了 本来对Ujusunio不感兴趣 只是觉得颜值还不错 舞台还可以而已 但是看来这个舞台之后 为什么想要流泪呢? 如果能把渴望这个单词视角化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舞台了 昨天Ujusunio的舞台服装、造型、演出、编曲、实力都非常完美 尤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Soda的开头与结尾颜值 有点反差表情后的Dance Break 然后最后就是 在成员们说了之后才发现到的 沙漏破碎的舞台事故 是在这个时候破碎的 本来我还以为是 Ujusunio想要用这个来表达 打破现在的时间更上一层楼 故意这样演出的 结果没想到 一开始真的没发现到这个地方 这应该就代表了Ujusunio的舞台很完美了吧 真的真心的希望 就像当天演唱的一路里歌词一样 希望能借Kindom图这个机会 让全世界的K-pop粉丝们都能发现到Ujusunio的美丽 最后就是 因为成员的确诊 只是通过网络公开PTT舞台的Eitale Sonio Eitale Sonio的舞台真的真的很可惜 造型编曲都做得这么好 如果能参加了第一次今年的话 该有多好呢? 真的从开头到结尾没有一个可以快转的部分 吴利比尔海拿下法三的部分 是我个人觉得最帅的部分 而这个影片也登上了美国YouTube的发售影片 这么帅气的舞台 没能进行第一次竞选 真的很遗憾 本人们应该会更遗憾吧 但是真的很谢谢能完成这么棒的舞台 一开始就起鸡皮疙瘩了 Eitale Sonio最棒 Eitale Sonio的舞台很疯狂 看到他们很多次K-pop男团舞蹈 所以知道实力非常厉害 果然很厉害 真的是很适合竞演节目 Eitale Sonio惊人的舞台必须要大声鼓掌 以Kingdom 2为起点走花路吧 然后当天也公开了第一次竞演的排行 然后下周开始将要进行的第二次竞演主题是Cover曲 就是互唱对方的歌曲 而将要互换歌曲的对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